10月25日,第48届台湾电视金钟奖即将在台北举行 据悉,今年电视金钟奖的报名件数再创新高 总计有141家公司的1940件作品 报名角逐35个奖项 报名件数比去年增加254件 提名方面,华视的《回家》成为戏剧类的最大热门 收获了包括最佳剧集、最佳导演、最佳编剧等 在内的共八项提名 主演周玉明也顺利入围戏剧节目男主角 《回家》是否会延续上一届《我可能不会爱你的传奇》 也成为最大的看点 戏剧类女主角的争夺 则将在丁野田、周又廷、林晨曦、苗可丽和谢欣颖之间展开 综艺方面,Selina、胡瓜、侯佩岑、陶晶莹、张晓燕等 将决出综艺节目主持人奖 Selina也已经提前视装完毕 大方裸露肌肤,准备颁奖当晚盛装出席 听名综艺节目主持人的胡瓜 将搭档今年在内地爆红的主持人欧蒂 以及宅男女神安欣亚 老中青三代搭档联手主持 也令本届金钟奖整体风格变得耳目一新 10月25日17点30分 爱奇艺娱乐将独家全程高清直播 本届金钟奖红檀与颁奖李全程 精彩不容错过 爱奇艺娱乐 巴克强 青梯 巴克强